HELLO 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紹十二神兵器 十二神兵器是以自由技能 以及角色個性培養的特色格鬥手機遊戲 遊戲以現今最流行的3D漫畫動畫風格 全程劇情用即時動畫表演方式 以及時裝動態光影系統 遊戲中玩家將以同吊者的身份 在葛蘭貝爾大陸登場 與命運中的使徒簽訂契約 共同尋找神兵史詩背後的真相 古老的葛蘭貝爾大陸 神兵家族一直守護著大陸的拼兒 然而隨著魔島文明的崛起 人們對以太的禁忌逐漸淡忘 繁華的背後 潘朵拉的魔盒正在悄悄打開 而劇情方面也不單只是單一選項 透過不同的回塔也會有不同的支線 特色上神兵使徒可自定義技能 超過四種技能效果 培養屬於自己的個性化神兵使徒 強大的技能早使 以及華麗的光影特效 在戰鬥上流暢的戰鬥模式 也是遊戲的一大特色 目前遊戲還尚未上市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留言給我 上市之後我會再通知你們 那就讓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開始了 開始了 這款ARG的遊戲 聽說介面跟一些操作都還不錯 但是因為 現在是第一階段的風刺 呃...第一階段的測試版 所以... 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先來試試看 目前的話它只有攻擊鍵 它還沒有其他的技能 它應該是... 簡單的介紹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 後面來了 還是可以透過轉屏的部分 還有技能了 嗚... 很華麗 也不錯 現在操作起來打擊感還不錯 但之前玩另外一款遊戲 它還有空戰啦 是更誇張啦 目前的話 感覺上應該是只有地面戰而已 欸...結束了 打完了 萊茵哈特 擊敗萊茵哈特 OK 應該是... 先做簡單的教學吧 那它目前的話也沒有什麼防禦的之類的 欸...可以接斷...可以接斷...好強喔 欸...可以接斷...可以接斷...好強喔 再...按... 欸...它可以接斷...好強喔 再衝刺... 啊...可惜沒打到... 再接...再接...再接一招... 按得到嗎...A級... 3級了...魔劍石... 人 Behctica 博士阿 喔... 剛才那個人竟然是...短巨王啊 請隨便...嗯... 好...出發 好啦...因為他現在應該是簡單教學結束了 我們先來看看 他這個風格其實很 就是現今最流行的那種卡通風格 卡通3D風格 像之前的 開始 像之前的幻想神域等等系列 也都是用這種風格去做的 剛剛那個是誰 你說他也是使徒嗎 他也是使徒嗎 他也是天槍家族的使徒 不過那傢伙明明是個貴族 卻去做了王廷的手指 所以他們應該是家屬跟王廷的部分 當然 分了兩部分吧 如果是劇情的部分是這樣 我可是奉組長之命 來接大超姐你們回學院的 這位就是你們帶回來的同吊者嗎 所以我是帶回來的同吊者 我要裝手啊 我就是同吊者啊 其實遊戲還蠻認真的 至少說 在遊戲過程中 全都有那個語音啊 這部分 算是現今流行的遊戲都這樣做 欸 剛剛只有劇情嗎 沒有對戰 欸 出戰了 所以 我們 最多五個人出戰嗎 他是水系 也所以說他會有 系別的部分 他老爸看起來一副很兇狠的樣子 那第一個好了 很愉快好了 特雷莎應該已經向你介紹過 我們作為魔劍家族的後遺 特雷莎使用的魔劍 所以 我希望你能作為特雷莎的同教者 保護特雷莎 好啦我願意啊 我願意的 大小姐 你要當心了 你們這一回的對手 可是 也對方 啊閃躲 我的那個氣應該快滿了 我氣在一半 然後魔劍的攻擊力也超遠 怎麼了怎麼了 爆走了 爆走了 爆走衣服就變少了 魔化了 試試看 招式是一樣 但是可以一直狂用技能 感覺是一直可以狂用技能 真的可以一直狂用技能啊 魔化之後就可以技能不限次數的一直用啊 也不需要等待 冷卻 欸我們得到了新的人物馬修 什麼 是我控制住的嗎 我什麼都沒做啊 OK他應該要教其他教學了 我們就是使徒 使徒這跟FET一樣嘛 升級 再升級一次吧 升到三級 看看他 然後 好想看其他東西喔 但還沒有辦法看 我們先看包包裡面 什麼都沒有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會不會換人啊 伊之士 準備 他有另外一個了 果然 最多只能出兩個人啊 最多只能出兩個人 然後 剛才是有五個人物嘛 是嗎 我們要 我們要成為真正的使徒啦 愛與勇氣 這一關就是愛與勇氣 連擊 很關琴 螺露走開 啊 沒成功啊 他已經死掉了 要連擊從S級 낙喔 好難喔 剛剛好不容易連擊成功 他要差點死掉 啊 死掉來不及啊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把他關本獸就可以了 關本獸 來不及了啦 A級而已 所以他的衣服可以一直換喔 依照這樣的概念 啊 我都沒用到馬修欸 是不是可以換人啊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沒用到馬修 用這個好了 用馬修出戰試試看 我們這次要用躲避的部分 教學躲避啊 其實整體的遊戲跟畫面真的都還不錯齁 只是說他現在測試之後 可能看不看 欸 我們現在可以上一下啊 OK 唉唷 幹嘛幹嘛幹嘛 啊 要打他啦 靠腰啊 害我跟他閃的不好啊 再來 哎呀 我們換一個人 是不是可以換人 我們看看能不能換人 啊 點選了 他不讓我換人啊 他等一下應該要換人才會再交吧 最後的失業 直接放個大招就好啦 最後一個關卡啦 平衡與克制 我們來試試看喔 喔 我們換成功了 哎呀 這個攻擊範圍太小了啦 霸體 但是我覺得他的攻擊能力應該蠻強的喔 他還有龍捲角啊 阿兜坑之類的龍捲角啊 我們來試試看喔 先換一個 還不錯耶 還不錯還不錯 阿兜坑 啊 講錯了啦 要很熟機人才知道是錯的 因爲現在很少在講 現在在講 啊 泰森 吧 對不對 對吧 我講的應該沒有錯 哈哈 衝刺 其實這個也蠻帥的 哎呀血好厚啊 可不可以打A4G 啊A4G又沒了 我們試試看他有一個類似奧義的東西 不 啊!走錯邊 控制起來也還好 但是他現在霸體現在狀態是很強的 其實用拳頭的也蠻帥的噢 dibs 只是說 因為他攻擊範圍會太小了 所以導致說你在閃躲敵人攻擊要很盡才能閃躲啊 他現在回來要叫我們做任務的部分 日常任務 先領取吧 是不是還可以抽人物啊 好想來抽一個人物啊 先別讓我抽任務吧 有沒有神階沒有委託 沒有 還是要這個 好我們繼續過 鬼鬼是大小姐的同調者 那當然 作為本 那麼組長 您就能放心讓大小姐參加魔鬥演武了 魔鬥演武 我要參加嗎 我就參加吧 魔鬥演武是通過比武 也就是說跟七龍柱一樣就是什麼天下第五道大會的概念啊 賢者十五很稀有嗎 其他的背景設定是不是也蠻詳細的 當然啦準備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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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對手將會是我 其他的劇情做的其實也蠻細膩的 每一個小章節就會有一些動畫之類的 哇 拿著十字架的先生啊 我們看能不能把他的能量 閃啊 他怎麼有這種防禦 他剛剛是破防的意思耶 有種破防的概念 啊靠啊沒閃到 還閃 追擊啊 閃 幹什麼沒閃掉 啊 完了閃不掉閃不掉 完了完了完了 你看他那個被人家 閃不掉了 哇 完了我可以用大招了嗎 欸他那個有破防的概念耶 真的有點不爽 追擊 大招 你才小心了 哇好強 啊 女主角的大招 還蠻厲害的啊 一擊必殺 很暢零零啊 這字感覺有點難念 那是誰 那是誰 共鳴 嗯 難道終於是 抽獎了嗎 終於啊 我剛剛得了那麼多東西 就是等這時候抽獎啊 我們要拿一個 藍色嗎 綠 啊 我選了綠色耶 得到一個新的人物 SR等級 兩顆星 理論上應該是法師系列喔 我們在前面看第二個 欸 不是不行嗎 啊 SR得到了 可是是一個 很弱的人的感覺 雖然是三顆星 我們是不是還有一顆 啊 得到一個一星的小潤潤了 然後看來已經沒有了 啊 沒了 我們只能得到這四個了 有沒有得到人了嗎 哇 我們好多人喔 這是鎖住的啦 這個是裝備耶 好奇怪啊 目前 所以這個SR 他等於只是說單純的 把我們 得到裝備的意思嗎 我們去看一下 再看一次 使徒的部分 而且是其他的人物 來找我喝酒嗎 哇 諾拉看起來有點恐怖 所以他其實那共鳴的部分 他並不是 主角喔 對不對 對 共鳴的部分 他並不是角色 他只是一個類似裝備的部分 圖書館的少女 OK 我們現在又換了一個新角色 一個類似貓女的角色 欸好強喔 有點遠距離的概念 有沒有 遠距離然後 又有點黑白相間的概念 接 大絕 看怎麼接到 啊太可惜 我以為會直接接到A段耶 太可惜 太可惜了 好 所以他 我們現在用到這一隻 是法師系的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人物 然後最後一個 龍捲風 最後一個 再來一招 A級可以衝S了吧 我們看能不能衝到S級 啊沒有沒有衝到S級了 有了 有了 這次的獎金 應該都會有飛吧 今天的遊戲就介紹到這啦 如果還有更多的未賞識遊戲 或是更多的新手期遊戲資訊 會不會再通知大家 也記得要訂閱我啊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大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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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的 既然 我們今天